我们刚刚前面讨论了好多案子 就凸显说国会改革法有多重要 听证调查 吹哨者保护法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赖清德呢 他在前两天的时候 亲上火线开了这个视线战场之后呢 我们看看他媒体的这个民调数字如何 因为刚刚大家想说 你这个就职满月了之后 你的民调跌了10% 那么在这两天呢 是TPOC台湾议题研究中心 他们所做的这个舆情资料库的 一些大数据的分析之后呢 就会发现赖清德在520 他的正式就职当天 他的声量其实是最高的 结果呢到了624当天 也就是呢 他宣布要提要打视线战 网路好感度急墜 从520当天的0.51 调到了0.22低谷 这用低谷来形容直接探底 那当然也有分析师怎么说呢 认为说因为 这个是因为政治议题嘛 所以网友的潜词用字会比较强烈 有部分负面的舆情 是来自于对手的社群账号 恶意操作留言暴增 所以导致他的好感度的数字 急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在昨天呢 这个李佩萱他的高极酸新闻台 他去做了接访 他访问的全部都是年轻人 那其实他发现说 其实这些年轻人都很清楚 还蛮清楚国会改革法到底在做什么 那有年轻人就跟佩萱讲 他就说他觉得 为什么赖清德要站在第一线讲这些话呢 他觉得为不为宪是大法官决定的 而不是他 那他说感觉起来好像赖清德 就是要找一个人来背书而已 走一个流程 好 所以我先请教靖平 其实选民眼睛是雪亮的 因为刚刚包括了很多这个年轻人 其实他们讲的这些 其实看的是蛮清楚的 那这样的一个数字 比如说赖清德的好感度 一天急跌 这也是其来有志吧 那当然啊 你想想看从他520就任到现在 以及520之前 你说前面3月4月 仗算在蔡英文头上就算了 在他上任之后 你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 好像端不出什么特别有效的施政 你说要打炸 打炸打到现在 你的打炸司法 你还是靠警方自己 一再的去做一个反诈骗的宣传 其他你民进党现在端出 有什么有效的方法 你立法院真的要通过 相关的打炸司法 打炸的法案 有些还被立委 还有被部分的媒体批评为说 你可能有侵犯人权等等 你在有关于经济这方面 你端不出有效的方式 你就是520到现在 你已经上了满一个月了 蜜月期通常就是百日内 你现在已经过了三分之一 那你的蜜月期 感觉蜜月期结束了呀 不是人家是逐次在递减 他是提早的就结束了 然后结果TPOC 然后你民进党这方面还要再说 那个是俄裕的这个 让他的洗他的负贫 好像是好像是说 网友在刷负贫 刷给他只有给他一薪一样 本来应该是五薪五薪好棒棒的 没有 因为这一个月来 你说立法院内的国会改革冲突就算了 因为赖清德你采取的是那种 极端的对抗式的强硬作为 你对对岸呢是一种很强硬的这个做法 那你对于这个对内朝野 你也看不到政党和谐 多少媒体人 包括我们的好朋友黄伟安在内 都提出来说 带清德你要去拜访在野党的这个主席 你要跟在野党好好的去想办法去谈一下说 怎么样推动你的想法跟你的这个过程 就完全没有 所以老百姓看不到 紧接着夏天六月了 六月七月了 电的问题大家很关心 能源的分配问题 因为民进党2025年 明年的这个非核家园 然后电的不够 最近一天到晚在跳电 亏线跳脱或停电 或突如其来这样 所以电的问题然后到处都会影响着大家 AI 黄仁勋犬疑症来台湾 掀取了一股黄仁勋AI旋风之后 我们到底电够不够用 大家都一直很关注 然后郭智慧现在虽然跑到国外去 可是在那之前他的发言 一下子跟卓龙泰 然后又被卓龙泰这个缓夹之后 然后又被民进党立委洗脸 那导致郭智慧不敢再帮这个 他原来主张说 何能这个 这个他认为说要不要演艺厨艺 这些东西 他的发言完全跟你民进党的这个 非核家园的整主牌政策完全不同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吵吵闹闹 然后不断的在斗 不断的在打 不断的在对抗 因为立法院的这个国会改革的这个新闻 是特别的显眼嘛 那以至于说赖金德你也跳下来 你也跟着在那边缴获下去 四线以前有结果以前 我不会去立法院了 我就是要提四线 然后总统府啦民进党啦 行政院啦监察院四路并进 提出这个四线 所以当赖金德上任到现在一个月 为什么他掉的这么快 就是因为他采取的作法 不是那种 你说无为而治我就算了 你那一个月还不是无为而治 你这一个月是强而有力的对抗 强而有力的这个卯上 这个跟在野党硬干就对了 然后所以导致你在施政上面 大家看不出来你有什么东西 难得你的内部阁源里面有一些 被你所找来就像我刚讲郭志威 想要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思路的时候 又被你民进党踩煞车拉回来 打啪啪啪打几个脸之后 不敢再讲话 所以导致能源政策到底如何 还是照你民进党的这个方向 那以后我们就是摆明的缺电了嘛 也不可能说让这个 而且七月份核能这个核三一号机就要除疫了 所以这些都是你赖金人会碰到的问题 然后你还在那边瞎扯淡 然后讲一句有的没有的 然后文清四语言 你的滑词 你用滑力的词早又不如蔡英文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去帮他洗民进党 绿军啊还有这个绿营的侧衣就开始 啊赖威廉好棒棒啊 他是用温柔的这个口吻 讲出坚定的语气跟立场和态度啊 然后要帮他去造神造不起来了 赖金人造神的这个时代 已经停留在七八年前 他在当台南市长记不记得 摇指木桶摇指姓华车 你觉得已经过去了 赖同问路 对对对那过去是 赖金人造神的时代是停留在 他在那个清晨天微亮的时候 在那边喝着一碗这个 台南的这个粥还是汤 然后或者是去下雨天台风天的时候 问小朋友那个路怎么走这样 然后还有在这个动不动五六四他在搭高铁 都能够由赖金人扮演审议的角色 去帮这个建议勇为去救路人 他造神的时代已经停留在那个时候 他在当台南市长帮他造到造过头了之后 在他2020年出来跟小英 要一度要竞争那个民进党提名的时候 被打回原型 然后挨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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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雖然網軍攻防時有文資 但是沒有人無聊到一天之內 喜歡去刷你這個賴清德 而是你賴清德 你喜歡用場聽的方式 去公開你的這個談話 好像想要塑造出這種 台灣版的這種白宮的這個爐邊談話一樣 但是似不像啊 而你只是在這個合各言而制 而且是持續的把你當作 你個人的這個舞台去表演 然後並沒有把國人真正想要聽的 總統希望 希望總統能夠接觸一些政策的大方向 讓你的隔魁行政院長卓隆泰 能夠幫你去徹底的去執行都沒有 然後而且立法院在那邊吵吵吵 吵到後來你又說你也不會進國會 違反了你原來在選舉期間 討好大家所說出來的 國會總統國會執行報告 本來就是應該的如何如何 所以選前一個嘴臉選後一個嘴臉 選民長就看得很清楚 那支持他的就是綠營的支持者 賴清德的死中的綠粉 那當然死中有在 就那是三成多四成嘛 就是支持他的投票給他的四成嘛 那你要擴展出去 你要叫中間人跟年輕人 還有跟柯P民眾黨 他們要去搶的小草 回過頭來想要喜歡你 想要愛你 在網路上幫你刷五星的這個好評 那恐怕很難吧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造成的年代不只已經遠揚 而現在就是你露出原形 原形畢露的時候 而你還不好好的這個時候 端出來這個 昨天才有一個這個媒體的 這個也是一個資深的媒體大哥 他平常罵國民黨罵得不餘力 才提醒我說 跟你們國民黨講 你們的這些委員 盡量不要再去做 講出一些就是很極端的一些話 或者怎麼樣 就看著賴清德怎麼荒腔走板 當他們這樣一直下去的板感度會更高 這是一個大哥跟我講的 我聽起來了 我就是好我記下來 那結果你看 連他們平常在幫綠營去捍衛的 這些綠營的名嘴 還有這些講話的人 他們都自己知道 賴清德跟民進黨有什麼毛病 可是你賴清德 你在強硬沒關係啊 謝龍介委員算是最了解他 都知道賴清德這樣的一個 整個招數有限 但是他一貫的強硬風格 把自己塑造成 以前那種好像我覺得 日本男星加四大洲啊 我覺得很難啊 人家是有他的一個風格 賴清德你要copy這個複製貼上 東施效品不容易 反而只會是凸顯你 蟒漢硬漢的這個作風 讓整個國家陷入一種亂無章法 而且一直內部在不斷的在對抗 好那我現在看到這個是余北辰 他這兩天又有了奇葩言論 我目前的線上投票就是這一題 我想先看一下目前投票的狀況 請導播先給我一下好不好 已經進行了一個半小時了 有7200多人參與 余北辰稱大法官釋憲跟廟公解簽 陳教士解聖經高僧解佛經一樣 你覺得呢66%人說要罷免他 20%人認為大法官傻眼 12%的人說真是廟欲啊 確實讓我甘拜下風 我們就來看看他這番話怎麼說的好不好 他上節目的時候他這樣講 什麼大法官釋憲呢 就跟我們到教堂裡面去 聖經擺在那邊沒有傳教士 誰看得懂到佛寺裡面 這麼多經文放在那邊 沒有高僧給你解說你怎麼懂 你連到廟裡去抽那個籤 都要有廟公幫你解籤不然誰懂 那麼憲法之於大法官一模一樣 好大法官等於大法師 他就完完全全曲解大法官的視線啊 那我知道啦 如果按照賓哥的邏輯的話 你覺得為什麼要罷免 留著留著更好是不是 不要罷免他 基本上我覺得 現在台灣生活已經蠻苦悶 而且被賴清德搞得這樣天怒人怨 有一個家伙每天當開心果一樣 讓我們笑一笑我覺得挺好 罷免他有的時候就會失去一些快樂 那我後來想一想其實也無所謂 為什麼 因為他居然被罷免了 以他這種奇葩邏輯 我相信綠營還是很樂意找他上節目 所以我們大概還是 通道不會斷 對還是一樣有得笑 就是拜託各大媒體 尤其是綠營的朋友 還是盡量找他上節目 不然的話 我們就會失去很多樂子 那當然 我是不懂他為什麼要拿這種比喻 他比喻這個幹嘛 還是他自己覺得淺顯易懂 可是完全歪了 不是你這樣子 不是這個理事 我是不知道大法官聽了做何感想 因為我們一般說 廟公在解遷的時候 老實講就跟算命先生差不多 就是好像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有的時候講的都不太一樣 所以 這個 這個你確定這樣是一個好的比喻嗎 然後我也不知道 就是 我相信信教人很多 有人看 看聖經是 每天去聽傳教士解說的嗎 是這樣嗎 然後看佛經也是要去聽這些和尚解說的嗎 也不見得吧 所以我是覺得他當然 目的還是想要去護航 那可是我覺得他護航的 說真的挺糟的 導致我昨天看到三立幫他做了一篇 我是覺得很好笑 他是說 他被中國大陸抹黑了 被那個就是故意剪輯之後 把不是他說的話 硬塞在他嘴巴裡 是說什麼呢 就是前一陣子不是在瘋傳 他去接受大陸媒體的訪問 然後他講我是中國人 我支持統一嗎 就他說不是 我當初不是這樣講的 我明明前面就有講說 是要在民主自由尊嚴的情況下 我是中國人 我願意接受統一 他說他把民主自由尊嚴 這個東西刪掉 OK 第一個 你刪立過去 人家在質疑你的時候 你不是也講說你們有編輯權嗎 對不對 所以大陸的媒體也一樣有編輯權 第二個 就算刪掉民主自由尊嚴 你原則上 你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支持統一 這錯在哪 沒什麼錯啊 那請問一下 這個到底扭曲了他什麼意思 然後他最奇葩他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所以現在就是因為大陸這樣剪接之後 才很多人罵我說 為什麼我現在要去支持台獨 所以這什麼意思 所以表示他以前 以前不是支持統一 是因為被大陸剪接 變得好像他在支持統一 是這樣的意思嗎 老實講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完全搞不懂 那我就很想請教一下好 當然我們都是白癡好了 請問一下余大將軍 你現在到底是支持統一還支持獨立 你到底現在 如果在民主自由尊嚴的情況下 你支持統一還支持獨立 到底是什麼啊 我真的有點聽不懂 我現在老實講 我已經越來越覺得疲乏 就是跟這些綠營的人講話 我有時候覺得好累 就是根本不知道他想表達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邏輯到底是什麼 然後每次跟他講個半天 好像鬼打牆一樣 就是完全不知道他的意義何在 所以我現在已經有點放棄了 就是我根本已經不想 去說服綠營這些人 因為在我看來這些人根本 就是管他啦 反正就是這樣啦 你跟我講什麼都不要聽 不要聽不要聽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對這種人有什麼好說服的 那對余北辰來講 在我看來他的想法 其實也很單純啊 我們跳脫出一般的正常邏輯 你只要去想到 他的心裡頭的OS可能就是 你管我說什麼 我就是要上通告 就是要上通告啊 就是這樣 那就好 其實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真的要這樣講的話 我反而比較疑心喔 因為昨天自由時報講說 新華社駐台記者來指揮嘛 那我很想請問一下 有沒有 沒有民進黨的人 或是民進黨的人打電話 他也不一定在攝影棚現場 會不會在指導這一些 綠營的節目製作單位 要他們往哪個方向講 有沒有去告訴這些來賓 你們是不是應該往這個方向去講 是不是應該 哪一些東西就不要提了 是不是有這樣的東西啊 我覺得國安局是不是也要去查一下 難道只有大陸 來操縱台灣節目的可能性 你們這要調查 那民進黨操縱台灣節目的可能性 你就不用查嗎 所以都去查一下吧 公平一點 我想這個余將軍他 還是得要思考一下 最近既然有人要發動罷免 是不是應該更謹嚴盛行 不要亂比喻 這個比喻失當的話 這個對我們的大法官的 也是一種傷害 其實雖然說 即便現在很多人都說 大法官都是蔡英文總統 前總統任內都提名的 應該都是有相關 相當的什麼黨政色彩什麼 但我基本上我都覺得 他既然是一位 能夠成為大法官 大家還是給他一定的尊重 那當然如果 因為你要知道 比如說像死刑的視線 理論上會比這個 立法院的視線更快 對 等七月底 對 死刑這個案子 我們看看大法官怎麼處理 再來評斷他們對這個 很多議題的這個說法 是怎麼樣再來說 那當然我覺得每一個案子 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想這個大法官 他們用他們的法律上的專業 如何去解讀 那這個跟所謂的什麼 廟公解遷 這個完全是不能相提並論 我想余將軍這樣子的話 他可能會增加他的仇恨值 這樣的說法會讓人家覺得 你在搞笑 政治最怕的就是諧星化 尤其在你面臨這種所謂的罷免的時候 最怕就是被草包 諧星 為什麼 因為中間選民會覺得你在幹嘛 對 這種這種這種說法很容易被擴散 如果今天純粹是藍綠對決 我沒有別的理由 我只是討厭你我就罷免你 他不容易擴散到中間選民 那最最怕的就是自己亂講話 你還記不記得陳柏惟 他在立法院的表現 他為什麼會最後罷免會成功 就是因為他在立法院亂講話 對 他質詢亂鬼扯一通 然後被這個國防部長打槍 連民進黨的國防部長都 就是說受不了他 受不了啊 對啊每次都講說 委員你到底想問什麼嗎 對 你講清楚嗎 所以我覺得這種本職學能很重要 當民代你不能天馬行空 像靜平哥 他在桃園市議會沒有出過誰啊 沒有啊 而且靜平哥的監督力道是很強的 後來鄭文燦對他是這個也是蠻尊敬 其實我必須講 有時候監督力道 有些地方的首長 他們在講這種所謂的監督力道的時候 他有些會覺得說 你越用力電我 我相對的我就對你更冷淡一點 但鄭文燦不會 對不對 就事論事就好 就是就事論事 因為你不是從仇恨去質詢 可是余將軍他現在會面臨走向的一個就是 他用意識形態用情緒去發言 那這個對地方民代來講其實是不利的 所以我是奉勸余將軍 也不要講什麼地方基層服務或什麼 因為最近聽說余將軍情緒上也蠻不穩定的 是喔 常常在一些政論節目就跟這個 就是對手陣營就吵起來 就我說檯面下 on the table都真的吵起來 就有發生過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你說 罷免他有沒有壓力一定有壓力 但是就不要 真的千萬不要讓自己陷入這樣的情緒 好我們談完了余將軍 那麼來看余大使好不好 這個駐美代表余大雷 他最近被人家爆料 說奢華用度 種種的指控 還什麼搭公務車賞音 公司不分 公器私用等等 好這個標題全部都是這樣下的 上任爛花公帑800萬元 而且還藉由前駐美代表蕭美琴 現在的副總統的名義來報仗 好那這個內容呢 裡面還有特別提到 就是和搭公務車和家人賞音啊等等啊 花了什麼800萬修繕關底啊 還買這個法國名牌床啊 等等的一連串指控非常精彩 這個細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但是因為呢在昨天 這個報導出來之後 余大雷就親上火線出來 澄清了 他裡面特別提到 他說 除了搭公務車和家人賞音 他強調修繕關設天制家具 因為是國家門面 絕無趁機核銷私人日常好評 絕對沒有800萬 惡意不實的指控 他必須站出來捍衛他們夫妻的人格操守 希望國內能夠清楚調查 還他清白 好那他談到了一些細節啦 包括他說 官邸有兩次接待賓客的紀錄 他認為他作為新大使 有需要把身為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的官邸 作為適當的調整 這是工作上的考量 不是個人奢華用度 邀請官員到家裡來做 總不能讓這些訪兵使用組裝的 或是中國大陸製造的 中國大陸製造 我們不是軍方有限 也是made in China了嗎 是不是 然後或是簡陋的家具 所以他也認了 曾經已放在官邸 備用公務車出門採購 他說是有用過幾次啦 那也承認搭公務車看櫻花 就在市區嘛 但就是載了一城 好那當然這個記者會一開玩 他們是自己人啊 這個資深媒體人周玉寇又出來罵了 他就說 這是他其實爆出了這個負面新聞之前呢 周玉寇就已經先說這起事件 他說應該要快快換上 賴銷信任的自己人 鬧出福報公帳 亂花公堂這位駐美代表 當時任命就很匆忙 如今就趁機快刀斬亂麻 立刻換上總統賴清德 以及副總統蕭美琴 能夠直通熱線的自己人吧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這個周玉寇在他開完記者會之後呢 也繼續罵 他說駐美大使為了公堂使用 和老婆出格不知尊重公務員行進 公開嚷嚷 世界還怎麼上架台灣呢 他說人家蕭美琴做了快四年 清清白白 不必講究動用公款真國家門面 就你們夫妻老不起 好不容易建立的台灣駐美大使的名聲 要毀在這種人手上嗎 所以其實余大蕾他一定要自己搞清楚 你現在的處境啊 不是發幾點聲明 然後一一去駁斥這個 鏡周刊的這個指控 你就覺得可以好像交代過去了 對你的組織 這個外交部長林佳龍 雖然他說林佳龍已經找他 跟他談過 就可以交代過去 你先看這個效應 第一個 這個事件是由鏡周刊收到爆料 然後直接有鏡周刊打他 鏡周刊跟鏡電視他們的這個媒體集團 跟綠營的關係 你應該是想到是誰在後面想要打你 不是只有外交部的統領 外交部統領沒那麼大的本事 雖然余大蕾現在口口聲聲說 是這個駐美代表處啊 有人要扯後腿啊 打擊這個國人的士氣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把貓都指向他駐美代表處的內部 正如同外交部昨天在 評論這個事情之後 也在後面帶一句一段 那個外交部的發言人不是講說 不循著體制內去做這樣的一個反應 然後循著這個體制外去這樣的一個爆料 那外交部也要進行調查了解 等於就是要查內鬼 查告密的就對了 所以余大蕾你要了解你的處境是 得罪了民進黨哪一個派系 民進黨是不是新潮流還是誰 還是殷系 殷系慢慢示威了 但還是有人啊 那你陷入了派系裡面的當中的聲音 雖然林佳龍他現在外交部長 他算是政國會裡面的少主 但是他能不能保你不知道 你看這個事情從賴清德發生之後 然後他這個行政院長卓龍泰也馬上跳出來 要求外交部好好的說明 很罕見耶 我很少看到葛魁對於這個兩岸 尤其是外交 國防 這種涉及總統職權的東西 然後爆發出事情之後 馬上的去接話 然後就說要求外交部 好好的去這個說明交代清楚這樣 我很少看到葛魁像卓龍泰 他的反應第一時間反應這麼快 然後要求他去講什麼 那你當然可以解讀為說某一種風向就是 是不是賴清德示意 然後卓龍泰跳出來講 卓龍泰又是民進黨裡面的 算是終生代裡面的大阿哥 那大阿哥出來講話了 這個大師兄應該說大師兄 大師兄出來講話了 這代表是民進黨裡面 是不是派系裡面達成共識 就是要處理余大雷 然後再來 再由側翼進攻 就是由周遇寇 這樣一個資深媒體 配合綠營裡面內部的說 是不是要換掉他 你要換掉自己 因為余大雷算是 就是外交體系上來的 他是拉美通 以前他這三十幾年來 長期是住在這個 住中南美洲了 所以跟一些中南美洲的這個友邦 國家的一些甚至元首 他很熟很麻吉的 一直是余大雷可以拿出來說相的 然後是外交部也曾經有人這樣講 可是在當時這個賴清德選定 孝美琴要來這個搭檔他競選副總統的時候 余大雷的這個出現很倉促 連周遇寇都這樣講 然後再加上 雖然有人在講說 那拉美通他現在派出美代表 關什麼屁事啊 但是有人就講說 哎呀余大雷他在這個美國 因為美國的後花園中南美洲 這幾年來在這個國際的這個外交上面 這個國際領域上 美國好像一直碰釘子 然後而且被這個中國大陸挖走了 不少這個邦交國 所以呢美國也希望有一個熟悉拉美的 留在這個駐美代表的這個工作上 哦可以剛好配合這個美國 所以美國也認可這個余大雷 然後順便在他們上司的這個 拉丁美洲 中南美洲的這個後花園 慢慢上司的那些 主舞台跟聲量的一個角色的時候 有一個keyman可以留下來幫他們 哦那這樣余大雷很重要 那你們現在又開始變成要鬥他 然後任由這樣的一個資料 所以我看這個新聞 因為以前我們也 我跑國防外交 外交是一個非常冷門的深公大院 一有事情就是大事 一直要有人爆料駐美大使 或是爆料什麼哪一個駐外大使 就像余大雷這一次的 恐怕不是他這幾指聲明 而且他這裡面的聲明 有的必重就輕 然後有的是坦誠不會 有的就講像公務車 他說有啊順便一下子 然後這個我就官邸裡面還有一台車 我就開著那個觀點車 而且我怕他沒電 我原來是這樣 車子久沒開沒電 那不管啊 這都是他的說法跟理由 然後要不然就是說 他跟他太太 他太太羅美珍女士 三十幾年來 他們從來不會對下屬怎麼樣 是因為有人要迎接 有人說他太太總是要這個 這個外交部的下屬要去迎接他 他說因為他有門禁管制啊 他到了那邊只好 請他的秘書下來開門 所以他才能上去 這哪叫什麼迎接 所以反正每一種說法 余大雷他都有他的一個理由 去對上或者是對外 但是他忽略了民進黨的這個政治的 要去打他的這個作用力 現在是我覺得是民進黨裡面 自己要打他 然後而且內部攻得很厲害 然後當這些國民黨跟民眾 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要去要資料的時候 因為他不是你們 鏡週刊媒體都報導了嘛 鏡週刊跟綠營的關係 我剛剛已經就不再說第二次了 但他就報導他 花公帑浪費了將近八百萬 然後其中甚至要買凱迪拉克 要370多萬 那外交部也承認說 他要把這個案子擋下來 那余大雷還不死心 他說我還是會繼續爭取 我認為有必要 他說他是用兩台車 兩台車雖然年限未到 一般都是要超過兩年 或者是超過十萬公里 他認為雖然在內部 那兩年或者是十萬公里 任何一條件都沒達到 可是他用兩台車的這個 使用年限跟兩台車的 使用情形來統一 跟這個外交部爭取申請 要報說 我就是換一台大的 這個凱迪拉克 你去看各個國家的大使 各國使節都這樣 為什麼中華民國不行呢 中華民國大使不行呢 當然他講得正正有詞 你就可以看到到 一個為了自己 可能外交官出身的人 再加上長期在外交領域 他已經跟國內的政情 脫節太久了 所以他一直會認為說 這個就是駐外使節 應有的待遇跟領域 可是忘了民進黨 在政治攻擊他的時候 是準備了很多的素材 透過媒體周刊 丟出來之後 不是這樣簡簡單單放過 可是當國民黨民眾黨 立委要去要資料 為了交部給啦 密件啦 所以啦 這更凸顯的 之前許小星不是在要各項資料的時候 什麼都密件 這個跟捷克的合作也密件 所以這個密件 你不是在質疑他的採購嗎 你現在行政院長 中泰不是要叫外交部長林佳龍 好好的調查 難道這個余大使 他去買什麼法國的東西 還是買什麼沙發 買什麼樣的一個這個家電用品 全部都是密件啊 你不是要看他是不是浪費錢嗎 那余大使不是講說 我都是買什麼二手品 或者是集齊品或過齊品 或是什麼打折促銷的 這是他的說明 那你就讓大家看一下準個狀況 立委也想了解啊 所以 欲蓋彌彰 你反而會讓民進黨更想要拉你下台 對 所以我請教兵哥 這到底這中間有什麼內幕啊 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中間的內幕 就是那張床到底值多少錢 還有沙發 對啊 因為沙發 因為余大雷我覺得 他這種解釋很瞎 他說哇 我們這個 我們駐美是有身份地位 要招待國外重要人士 怎麼可以用組裝的跟大陸貨 那請問一下蕭美琴以前都 都是打地鋪 他們連個 我們駐美代表處連個沙發都沒有 連張床都沒有 而且 你說要招待國外有人 你說要弄好一點的沙發 我就理解算 你要床幹什麼 你想幹什麼 你招待國外有人都招待到床上去了 不然的話 那個床到底跟國外有人什麼關係 還是我們的這個駐美代表處 因為這個經費拮据 所以有的時候要 要充當一下Motel 還是怎麼樣 讓外國有人能夠來這樣 QK結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啊 你買那麼貴 他那張床聽說他快200萬 對啊 然後外交部的解釋更瞎 他說不是啦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最近美國物價非常非常高 對 我就算你漲了一倍好不好 原來那張床要100萬 請問一下什麼床要100萬你告訴我 這什麼鬼啦 他沙發好像96萬 這 你這 我覺得外交部越幫越忙 然後余大雷斯議的解釋也是越描越黑 你們到底是要接待什麼樣的人 到底要打扮成什麼樣 或是把整個 駐美代表是要裝潢成什麼樣 才符合你的身份地位 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在胡扯什麼 老實講 現在這件事情其實會很麻煩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其他地方的代表也就算了 駐美代表是我們的重中之重 駐美代表如果出事的話 你要策劃還不好換為什麼 因為不是我們換了就可以換 是要美國 美國那邊要認可你下面要換誰來 不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因為美國人一定要跟他們曾經合作過 他們信任的人 他們才要你過來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其實麻煩大 那這個東西我一開始就認為 不太可能是所謂的賴清德 單純想要把英系人換掉 因為這件事情是鏡周刊發動 所以你說單純是這樣嗎 我是有點懷疑 是真的只是這樣嗎 而且余大雷 之前我真的不知道 他在外面表現怎麼樣 我真的不曉得 我沒有像很多人神通廣大這麼厲害 但是光從他的回答 我就覺得這個人很有事 因為正常的外交官出身的人 不會對這種事情做這樣的回答 我講實在話一定是這樣 連林佳龍都知道 你要問是不是 全部給你一包密件解決 那正常的駐美代表這個時候 一般官司的回答是怎麼樣 我們就是虛心接受 外交部這邊的調查 一切近代調查結果 這樣就好 你去解釋這麼多東西幹嘛 我不過偶爾去賞了一下櫻花 我不過閒置的車輛我坐了一下 然後還堅持一定要換370萬的車 是怎樣 我不曉得 這到底是很瞎 其實照理來說 以魚大雷這一種 他是真的從基層一路爬上來的人 你知道他之前當過副代表 然後他也當過比利時的代表 所以理論上來講 他經驗資歷都非常豐富 而且他能夠去接駐美代表 表示美方是認可他的 美方至少認為這個人溝通是沒問題 那這個人怎麼會瞎到這種地步 所以我不曉得是 因為民進黨執政這8年 把我們的駐外人員 全部調教到 每個腦袋都控鼓勵還怎麼樣 那我個人是認為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為什麼 因為所有代表的駐美代表 是重中之重 這會關係到中華民國的安危問題 所以我覺得外交部這件事情 絕對不能夠什麼雷聲大雨點小 這樣就算 要趕快去測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這件事情如果沒有搞清楚的話 這會直接危機到中華民國的命脈 這絕對不是開玩笑 對外交部和這個府院的 這個處理在第一時間不太一樣 因為外交部一開始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是完全子虛烏有 那好像想要粉飾太平 可是府院立刻就驚動了 動作很大 所以外交部才改口 然後現在說要余大雷交報告 交報告就可以解決了嗎 這是會不會牽涉出什麼樣 後續的人事動盪 其實近平哥 跑過很久的國防外交 他很清楚 我們的駐美代表 不是我們說了算 對 駐美代表是美國說了算 沒錯 那余大雷能夠配拍過去 關鍵也是美國的態度 那重點來了 周玉寇又在害蕭美琴了 怎麼會是蕭美琴認可的呢 當然是賴清德認可的 這個人選是賴清德要的 可是我覺得賴清德 也許他上任之後發現 美國對余大雷蠻肯定的 換不掉他 那得要弄個東西 讓余大雷揹個鍋 因為我必須講 我們的外交官 在海外的所有花費 你都可以說他是公務支出 他就是派出在國外啊 所以你說他什麼官邸 花什麼錢 花什麼錢怎麼樣 其實除非今天那個明細出來 真的很誇張 可是你要知道 今天游淑會委員 有把他去年外交部 他們有那個 預支的相關的費用 咖啡機不是11萬耶 咖啡機是幾千塊還是1萬多塊 不是如媒體報導那麼誇張 都不龍 那表示什麼 這個是內鬥 要搞他 這是內鬥 那昨天最明顯的內鬥證據 就是那份公文 那份買車的公文 居然是用喊稿 是稿 是草稿 是公文還沒發出去的 還沒發出去公文 誰手上會有 就是內部的人嘛 對 所以這件事情很明顯 就是內鬥 就是要把玉大壘換掉而已 你也和我一樣 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